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赌你赢啊 你必须得拿出新龙门客栈的水平 可面对一脸横肉的肌肉男 伟哥上去就被打残了 转过天 小胖接到了他儿子的来信 得知他老婆改嫁之后 把儿子送到了技术学校 由于过几天就是儿子的生日 为了弥补对儿子的亏欠 小胖趁着月黑风高从监狱里撒子撩了 给儿子过完生日 晚上小胖刚把儿子送到学校 警察们就杀到了 小胖被抓回之后就歪了一顿胖走 点狱长说 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空隙 我这监狱铜墙铁壁你都能跑出去 我看你是活泥 你瞅瞅你把我的狗给揍了 差点就破了像 赶快给他道歉 转场之后 台球高手大锤正在看女朋友走秀 黑帮老大说 过两天的比赛 你只要输给对手 我就给你50万 不然就让你好看 可这大锤是一高人胆大什么都不怕 很快就赢得了比赛 这下可把黑帮老大给气坏 当大锤正准备带女朋友去吃饭的时候 被黑帮老大带人给拦住了 接下来就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在这场战斗中 斗殴的双方都没事 反而是看热闹的大锤的女朋友 被揍了猪鸡的音乐 为了给女朋友筹钱治病 大锤来到钢猪的场子赌钱 大锤赢了钱就想走 那人家能干吗 紧接着又是一场混战 在这场战斗中 黑帮老大钢猪的弟弟不兴领了喝汗 得知消息的钢猪急忙赶到了现场 一看弟弟死得这么惨他心都碎了 随后杀了人的大锤被送进了监狱 这鸡肉男和大眼都是钢猪的好兄弟 两人在钢猪的收一下 就准备把大锤给弄死 不过这大锤可不是一般人的 不仅精通葵花宝典独孤酒店 而且还一身的实在的猛横脸 一帮人正打得鸡飞狗跳的时候 点狱长及时赶到 经伟哥和小眼镜的举报 鸡肉男和大眼被关了金币 转过天 黑帮大哥贵老大从金币室里被放了出来 点狱长说 凡是跟我过不去 到最后全都口的屁 你以后多加注意 贵老大在这里边确实挺有影响力 随便说了几句话 就一呼百应 所有的人都显得非常激动 随后贵老大把伟哥叫进了屋里 说我听说你一直在打听我兄弟阿华的消息 而且你食指硬邦邦 一看就是警察大手枪 凭我的经验判断 你肯定是警察的臥底 在贵老大的言行逼供之下 伟哥不仅没有屈服 还赢得了贵老大的信任 过了没多久 鸡肉男和大眼从金币室被放了出来 伟哥和小眼镜一看着 当下都是猛的一颤 大眼为了报复小眼镜 把小眼镜的宠物给红烧了 双方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 科长把伟哥敲晕之后 扔进了小黑屋了 这小胖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为了早点出去跟儿子团聚 这哥们趁着外出干活的时候 又准备越狱 而且这次还把贵老大给带了出去 到了晚上 小胖正在跟贵老大闲扯淡的时候 警察们突然出现 原来这小胖为了立功赎罪 按照典狱长的指示 胖以为典狱长顶多把贵老大 揍一顿出书记 可没想到这帮孙子 居然把贵老大给逼了 小胖说 孙子你们这是羡慕于不仁不义啊 科长说你甭跟我废话 你要想见你儿子 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 转场之后 一位刚出狱的老头 把监狱里的情况跟钢猪说了一遍 说那大锤到现在还没领好饭 你说该怎么办啊 转过天 犯人们正干活的时候 小胖又开始越狱 不过这次他不仅没跑了 还撞死了一名狱警 这下小胖可谈上大事了 经法院宣判小胖领了盒饭 这个时候 一直被关在小黑屋的伟哥被放了出来 哎呀 要说这哥们的卧底当的可真够窝囊 不仅一直没查到 杀害他准岳父的幕后黑手 整个人还被虐成了狗 为了替弟弟报仇 钢猪把勒索自己的警察给揍了一顿 然后顺利的走进监狱 大锤跟钢猪说 渊渊相报何事了 我看这事就拉通倒了 钢猪说头可断血可流 就是不登不报仇 我这次来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你女朋友已经领了盒饭的 希望你能接来顺便 接下来是钢猪跟大锤的巅峰对决 虽然这钢猪长得挺帅 但打架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体育活动 这大锤整天的拍动作片 不仅身手敏捷 而且一身的金融道铁不事 因此这时间不大 钢猪就被拿下 钢猪说愿赌服输 你弄死我得了 在旁边看热闹的科长 带着狱警也跟着起哄 这大锤憋了一肚子的气 没地方撒 居然把起哄嫁秧子的科长给揍了一顿 无缘无故挨了一顿胖揍 这科长心里能不难受 掏出手枪就打算把大锤给毙了 伟哥说你这个大傻貌 他比我这男一号还重要 你知不知道 大年三十这天晚上 科长把大眼叫到了办公室 让他去把伟哥给除掉 可阴差阳错 无辜的小眼镜却交了饭票 紧接着监狱里就乱了套 伟哥是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了 捡起科长的枪就把科长给毙 这杀人本来是要偿命的 但伟哥却被典狱长给救了 典狱长说 我救你是想吸收你 你现在是清风队24号队员 我们观察你很久了 发现你傻吃傻喝话也不多 是我们重点的培养对象 现如今有很多人犯了罪 却能逍遥法案 清风队的特点就是以暴之暴 把这些逃脱法律制裁家伙给铲除掉 伟哥一听就懵了 心想自己好好的一个卧底 怎么就变成杀手了 转场之后 伟哥和另外三名清风队队员 小胖 刚珠 大锤 本来这三位也是四位 由于跟伟哥一样 不仅范亮大也不怎么说话 因此也被典狱长给收编了 四位大腕按照典狱长的指令来到了机场 行刺准备回国受审的东南亚独犯杀马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典狱长早就给他们设下了圈套 当这四位杀完人正准备撒子撩的时候 差点就爆了笑了 接下来就是一场枪战的 很快 刚珠 大锤和小胖就领了合法 而伟哥则在龙套书 这龙套书怎么又出来 顾不咬那么多了 反正是伟哥捡了一条命 转场之后 当典狱长刚回到家 发现伟哥正在等着他 原来这典狱长才是真正的大坏蛋 刚才死的那个毒贩沙马 其实是他的合伙人 他担心沙马回国之后把他给咬出来 因此才派伟哥等人去杀人灭口 不仅如此 伟哥的准岳父也是典狱长派人给杀的 影片的最后 龙套书带着警察出现了 典狱长被撞到归案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行吗 四个大腕一台戏 粉末登场拼演技 能把他们凑一起 到底谁有这能力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人